大干了,多只球队封抢辽宁神射手,却因高额转会费让他们放手。 在辽宁队夺得全民会和17-18赛季CBA双冠后,一下子辽宁球员身价也暴涨,哪怕是那些已经无法在辽宁队打球的替补球员,也遭到了多只球队的疯抢。 上赛季在辽宁队开饮水机的焦虑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,最终让苏州肯蒂亚给抢当。 苏州总经理史林杰也因为这个签决,被认为是今年夏天最佳演员,而和赵舍舟最终能成功转会到苏州队相比,租借合同到期的辽宁神射手,元帅就没这么幸运了。 虽然包括八幻王广东宏远在内的多家球队也都希望也见他,但因为辽宁队开出高额的转让费,最终让朱邦宇等人放手,不知道最后这场拉锯战将会如何收场。 这或许是今年夏天一大看点,元帅今年夏天遭到多家球队疯抢,相信关注中国篮球的球迷都会对元帅非常熟悉。 在2013年的U19世青赛中,元帅一共投进44G三分球而一局成名,场上命中4.9和3分,最后也成为这季比赛的三分王。 不过他在辽宁队没能获得太多上场机会,因为辽宁队后卫线人才积极,郭艾伦、赵继伟、杨明、哈德森,最终辽宁队做了三年版凳后,以租借方式到山西队三年,而在山西队元帅一度得到重用。 尤其是前两年,元帅得分都上双,尤其是三分球一直高达45%以上的高命中率,也正是因为元帅在山西队的出色表现。 在今年合同到期后,广东、山东、被控等等都希望引进他,加强球队远透能力。 元帅当年在世青赛是赛是三分王,不过元帅虽然和山西队的合同到期了,但他还是归属辽宁队。 因为来接保护轻讯球员政策,自家培养的球员拥有五加二规则,元帅此前只打了六年CBA,所以现在他并非是自由宣。 这也是为啥合同到期后,元帅就一直跟随辽宁队一起集宣的原因,而且在此前和吉林的任胜赛上,元帅代表辽宁队还打出过胜家表现。 因此,也有球迷认为元帅在下赛季,可能会接替赵帅周留在辽宁队。 其实,无论是元帅本人还是辽宁队,都是希望今年夏天把元帅转会出去。 元帅则是因为他留在辽宁队情况,不会比赵帅周好多少。 而辽宁队则希望趁着还有一年优先权,可以拿到高额的转会费,元帅可能会因为高额转会费,而难产。 不过辽宁队还是有点高估元帅在CBA的市场了。 虽然很多球队希望引进元帅这个神射手,但要是让球队付出高额转会费那是不现实的。 因为他们只看到元帅的三分神转,却忽视了他的防守大坑,这也是为啥在赏赛季,元帅上场持近锐演的主要原因。 任何一支有追求的球队,都只会把元帅这种球员当骑兵,而不是常规武器。 这也造成了目前多支球队疯抢,却没有球队愿意出高额转会费的大甘局面。 元帅留在辽宁队只会把半斗坐穿,若是辽宁队值一个高额转会费的话,那很可能会让元帅最终只能留在辽宁队再达一年,再考虑明年夏天自由身转会了。 不过元帅留在辽宁队也会面临干大局面,因为对比其他球队,辽宁队并不缺三分手。 更多是要在三分之二号位需要防守汉将,尤其是赫天只今年夏天美国特训归来。 加上从明晨,刘志轩在国家队出色表现,元帅留在辽宁队的话,情况不会比赵帅周好多少。 当然,还有一种情况是元帅自偷摇包,付准会费,给辽宁队买自由身,这样的话就能离开辽宁队自由身加盟任何球队,但这样做需要的自己很大信心,元帅会有吗? 感谢观看